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可以位列中国近代史上最牛的家族 这个男人名叫周信芳 妻子则叫求利林 这不是小说 而是他们的故事 却像极的小说 1928年 名镇上海的首席名媛求利林只穿着睡衣和拖鞋 匆忙逃出家门 冲上了汽车 和一个名叫周信芳的戏子私奔到了苏州 消息传出后震惊上海 求夫拥有千和茶庄与制和钱庄两大产业 锦衣玉石 富裂王侯 求利林又生的花容月貌 天生就拿着大女主的剧本 当她18岁从法国天主教办的女校毕业后 兄长就带领她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 思想前卫的她是第一位梳着油条发式的美女 出身豪门 天生丽质 言谈优雅 气度雍容 这么多的优点聚集在一个女孩身上 自然吸引了无数富家公子的爱慕 她被誉为上海第一名媛 简直就是上海的门面 如今这位求家的三小姐 竟然舍弃了脸面和万贯家产 跑出去追随一个戏子 而且这个戏子已经结婚生子 当时还没有办完离婚手续 如此不体面的事情 让求母颜面扫地 她在几天后郑重宣布 与女儿求利林断绝关系 已让她至男儿退返回家中 求家大哥更是放出口风 将找人暴打那个拐跑妹妹的周信芳 但求利林压根不理会这些诱惑和威胁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爱人的怀抱 两个人收拾行囊 在浙江一带奔波谋生 周信芳究竟是什么人呢 能够让上海第一名媛如此钟情 周信芳出生于江苏青江浦 七岁开始登台表演 所以她最初的一名叫七灵童 十二岁到达上海 一名改成了七灵童 后来她就辗转到了北京 败入了北京城内最大的 喜莲城京剧科班 勤学苦练 博彩重肠 演技日趋成熟 学成之后她返回了上海 又经历三年的登台表演后 挑起了剧场的大梁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萧和月下追韩信 鸿门燕 露台恨 凡武官 一部部经典的剧作 让她赢得满堂财 因此被人尊称为奇派 古往今来 凡自称一派 开辟宇宙者 都可以称得上旷世天才 而所有天才都遵循着一个定律 要想人钱显贵 必定人后受罪 在武侠经典天龙八部中 有着著名的北乔峰 南慕容 乔峰是北方豪侠的冠手 慕容则是南方武林的代表 当时的周信芳 就成了南方戏剧界的代表 和北方的梅兰芳齐名 正所谓北看梅兰芳 南听麒麟童 戏台上的她 身穿袖金蟒袍 风神俊逸 侯清韵雅 让无数戏迷痴狂 求家的三小姐 求丽林 正是因为看了她的红门宴 从此不可自白地 坠入情网 起初周信芳 根本不敢高攀 而且她早就通过 包办婚姻娶妻 生下了一男两女 虽然和妻儿长久分居 但毕竟是已婚的男人 然而 从小就接受新式教育的 求丽林 爱得大胆赤热 天天捧场和写信 周信芳被这份真情感动 决定再离婚后 娶求丽林 求丽林原本天真的以为 疼爱自己的母亲 会认可这段感情 但妈妈认为有乳门眉 周信芳虽然是明觉 但戏子在那个年代 地位低下 还已有妻儿 怎么可能配得上自家千金 妈妈将她软禁在家中 还被她找了个订婚对象 求丽林眼瞅着 要葬送一世幸福 于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和周信芳私奔 私奔的两人 从此过上了 颠沛流离的生活 面对这段瀑布般的落差 求丽林没有丝毫怨言 精心尽力地 辅佐丈夫东山再起 甚至 她成为了丈夫的保护神 民国的戏曲演员戴雨 和现在是不同的 周信芳虽然是明觉 但领取的仅仅是固定的薪酬 由戏院每年一次性发放 虽然经常有观众打赏 但周信芳的心中 只有艺术 把打赏的钱都捐了出来 而且 她还有个适度的母亲 使原本就落魄的生活 更加拮据 两个人刚逃出来的时候 经常缺钱 只能去典当不常用的戏服 普通的女人 面对这种丈夫 估计早就吵翻天了 但求丽林却急剧逐见 敏锐地发现了机会 并采取行动 一举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她直接跑去找西院的老板 要求改变薪酬 一是每月结算 二是增加分红 如果不同意的话 她就让丈夫霸眼 西院老板哪见过 这么强势精明的女人 为了留住明觉周信芳 只能忍痛 同意了她的要求 九丽林的厉害之处 不仅如此 她随身携带一把武器 与三较九流的人交涉 保护着丈夫的安全 人怕出名 猪怕壮 明觉就是行走的金钱 有一次 某个舞台的老板 想要强留周信芳 提前安排了一些低脾流氓 求丽林直接掏出武器 每次护送丈夫登台表演 正因为有了这位贤内助 周信芳在戏曲行业 重返巅峰 他们的生活条件 大幅改善 到后期甚至能买得起 上海的花园洋房 恩爱的两人 更是生下了两男四女 而这六个孩子 全部成为了人中龙凤 朴写了近代中国史上 最牛的家族乐章 1947年 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 九丽林毅然决然地 做出了一个决定 忍痛和骨肉分离 把大女儿周才嫂 送到了美国求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她又把除了长子周少林之外的 另外几个孩子 分别送到了香港和伦敦 从此两辈人远隔千里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而这几个孩子 全部成长为参天大树 长子周少林 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成为了京剧旗派的传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四子周英华 成成为国际上鼎鼎大名的 华裔石神 她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餐饮帝国 而且是最高档和时尚的品牌 政治家甘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影后英格力包曼 天后麦当纳 都是她餐厅的常客 除此之外 她还是顶级的画家和收藏家 最贵的藏品 是安迪沃霍尔的画作 价值上亿元 长女周采早为人低调 嫁给富商 一直定居美国 二女儿周采运 长相高贵典雅 上大学时 就被誉为校花 后来成为了美国旧金山地区 著名的商人和作家 三女儿周采勤 更是不得了 她是电影史上 第一位华人帮女郎 并刷新了好莱坞 对于华人演员的认知 早在1959年时 23岁的她就主演了舞台剧 苏思皇的世界 风靡了全英国 因为她的影响 旗袍成了伦敦的流行服装 无数女孩把头发 拉染成垂直的黑发 八年后她又主演了 《007之雷霆鼓》 饰演一位美丽 独辣的女郎 和影史上第一位 邦德饰演者 肖恩康纳利 演对手戏 1980年时 她还回到了 阔别三十年的中国 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 她教的一位学生 后来成为了 巩俐的老师 巩俐则把她 视为演员路上的偶像 近些年来 她饰演了 《红楼梦》中的贾母 并在《惊天魔道团2》中 饰演了周杰伦的奶奶 她创作的书籍 《上海的女儿》 还被改编成了纪录片 小女儿周采慈 算名声不响 却是香港娱乐圈 幕后的大佬 捧红了两任天王巨星 张国荣与张学友 把所有孩子 都养得如此之好 这究竟是怎样的家庭 穿过时光的走廊 我们可以从回忆中 窥见他们成功叫子的原因 在华裔时神 周英华看来 她的执着心与创造力 都来源于父亲 作为京剧棋派的创始人 周信芳从不应寻守旧 总是从各个领域 吸取经验 然后进行大胆的改良 比如她创唱《大嗓小声》 抛弃了传统 就赢得了观众的叫好 又首开京剧导演先河 是中国首个将导演制 用于戏曲的艺术家 父亲对于新鲜风气的追求 影响了周英华的一生 当然母亲的影响更不容小觑 当周英华离家飞往伦敦时 才13岁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解和迷茫 妈妈 为什么那么小就让我离开你 为什么母亲求利林 坚持要把孩子送往国外呢 看似绝情 实则深情 她是这样教导女儿的 别像其他人家的女孩子一样 就指望着嫁妆 她只能像盘墨一样 掉在你的脖子上 你需要的是一肚子的知识 这样你就能轻装前进 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人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从来不是物质和财富 而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父亲大胆突破常规 母亲则自信优雅 从容坚强 身处逆境时 不怒不怨 带领家人爬出了泥坑 尤其是她教导孩子们的独立意识 值得天底下所有父母学习 即使后山有一棵参天的大树 也不要总是依靠 大树当然能保护你 但也遮挡了太多阳光 只有向远方走 纵情地沐浴在阳光中 经受过严酷的风霜雨雪 才能够获得锻炼和成长 一切成长都在自己 如绝壁苍松 不畏贫瘠 似似墙脚寒眉 迎雪怒放 待长到亭亭时 无忧亦无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拜拜